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广州大剧院及多家文化传媒公司主持音乐讲座和交流活动 被评价为最博学最幽默的古典音乐补迹家 他于2017年受邀在蜻蜓FM的APP上开设音乐艺术节目 定名为音乐一世界 短短两年多的时间积累了过八万多活跃粉丝 可见其节目的专业水准之高 趋势性之强 打动了大批音乐爱好者 好了 现在我们大家就掌声 有请易老师 易老师 好 谢谢 谢谢大家 这个时候能够又跟校友们看到 我看到有的校友应该是我们的学长 比我们年长一些 非常荣幸有这个机会 待会如果我要是中间有任何 大家又听不清了 比如说要断线的 什么情况下 像刚才Hansen这样的话 一定提醒我 我从头我把提前在几分钟再接着说 好千万别忘了 我先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八八法律的 然后呢 我92年的时候毕业 我立刻就到美国去留学了 去读MBA 然后就在华尔街 在香港 后来到温哥华 然后回北京就这么工作 我一直是做基金的 我根本没有任何的音乐训练 我小的时候练过一点小提琴 我的小提琴的水平就是我的老师夸我说 这孩子挺有灵气的 竟然能把四根弦都蹭响了 这就是我的水平 那么我怎么有这个胆量去给大家讲古典音乐呢 事情太多太多了 我从小就特别喜欢古典音乐 我的父亲因为是外交官 他常常从国外拿回一些古典音乐的CD来给我听 还有一件事情是我的一个非常好的朋友 又是中央音乐学院的教授 孙教授跟我说 他都到60岁了将近 他经历了人生的一些事情 什么他出身不好 最后家庭的离异 最后他不得不到香港去谋生 最后退休到温哥华去 他跟我说了一句话 说小艺啊你们才是真正懂古典音乐的人呢 我活了半辈子终于明白了 我以前没听过音乐 我说您这是什么意思 一个职业的音乐系的教授啊 你怎么好说没听过音乐 我跟他那么长时间的交流 我才终于明白了一件事情 懂音乐和欣赏音乐是完全两码事 这个世界上有一些人能够把音乐 大调小调各种技术 然后弹钢琴 我的手指头比任何人都怪 然后他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而有的人当他听了一段旋律的时候 想起自己生命里的一些事情 可以潸然泪下 在那一个瞬间 他和那个音乐家是相通的 我特别爱举一个例子 就是谁理解贝多芬 贝多芬临终的时候 人们到他家的时候 有一个女仆接待着他 这个女仆跟大家讲了很多贝多芬的事 什么贝多芬的最后还有点钱 因为要给他侄子嘛 拿出抽屉来 你看他死的时候 他钱放在这 然后这个人有什么习惯 他的尿壶放在什么地方 他那个浑身可臭臭的 大家小心啊什么的 这个女仆对贝多芬一切事情了如指掌 可是你相信我 多少次晚上他被贝多芬吵醒了 翻个身非常气愤的说 这家伙怎么这么晚 又在那叮叮叮叮 想让不让人睡觉 他对贝多芬的理解就是这一步 可是你们信不信 可能我说的是 可能有一个200年之后 非洲部落的酋长 他在有一次在大草原上 狩猎狮子的时候 突然间理解了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 为什么就是那一天 当他已经向狮子们开了枪 或者射了箭的时候 有一头金毛大狮子 发狂似的朝他冲过来 在那一瞬间 他必须要决定 我和这头狮子谁是谁的午餐 在这个时候 贝多芬的命运 这是什么 这对这个酋长来说 就是我狩猎时候激昂的战鼓声 这就是我的命运在敲门 相隔200年 他也不知道贝多芬是谁 在那一瞬间 他们的关系 就像刚才Hanson说的 就是博鸭 余博鸭中子期的这个关系 他们两个就是真正的知音 所以这个时候 我才突然间明白 原来古典音乐 是用心灵去听的 我不懂是 你现在问我 易老师 您能跟我讲讲 A大调和C小调之间的关系 我立马露馅 我根本不懂 你要跟我讲弹钢琴的 朗朗的技术 在怎么方便 我可以告诉你 我很不喜欢这位年轻人 他对古典音乐的传播是很值得赞赏的 但你告诉我 他的很多技巧 我完全不懂 我只是告诉你 不知道为什么他的很多东西感动不了我 这就是我听古典音乐的标准 这也就是为什么古典音乐这个词是翻译错误的 大家就在国外这么多年 这个道理很简单 对吧 classic c-l-a-s-s-i-c 是古典 而我们现在说的古典音乐 classical music classical是什么 多简单的英文呢 经典 就是能够传承于世的超越时间空间文化的东西 才叫classical 所以这个词翻译是不太对的 哎呀 有一个东西是200年前有一个欧洲的白人写的 欧洲的白人写的一个东西 哎呀 200年之后我为什么还要听他 为什么小苹果不比他更高贵 我也不知道 我为什么在比如说开个玩笑说我失恋的时候 我为什么听什么爱情买卖 我觉得那么可笑 什么爱情不是你想买想买就能买 我为什么听200年前贝多芬失恋的时候 泪眼朴素的望着爱人的背影写的那个东西 他是个德国人 他是个这个什么一辈子没结婚的 也没小孩的什么东西 他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为什么我能潸然泪下 我不知道好吗 我只知道音乐里面有什么东西跨越时空 这才是classical C-A-L classical music 对我们的感动 这就够了 所以我再跟大家说一遍 我不是讲古典音乐 我是讲如何欣赏古典音乐 这之间的区别是很大的 我希望大家记住 第二点 非常重要的事情是 此时此刻我现在讲古典音乐 我在过去 你想都转眼十年之前了 小十年之前了 我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举行那个叫古典也流行节目 刚才汉森介绍了的 说句实话 我现在的讲法已经完全不同了 为什么 开个玩笑说 易老师因为讲古典音乐 我对莫扎特很熟啊 莫扎特哪年出生哪年去 是1756到1791 莫扎特出生在哪里 他爸爸叫什么 他还有个姐姐什么 他最著名的音乐是什么 易老师可以跟你讲很多呀 你们跟我差在哪呢 很简单 拿起手机来说一句 Siri莫扎特 什么东西都出来了 我们两个所谓的知识差四秒钟 这些东西没有任何意义 当你想听的时候 你被一首曲子感动的时候 突然讲说 这个家伙叫莫扎特 他是谁呀 上去一查四秒钟之后 在知道这些方面 什么年代名字 什么这些方面 我们两个完全一致了 为此有一些音乐评论家 还发明了一些 有些人就喜欢把事情弄复杂 还发明了词儿呢 叫顺时性 音乐欣赏的顺时性与共识性 什么叫顺时性呢 就是巴赫就是比海顿老吗 海顿就是比莫扎特老吗 莫扎特就是比贝多芬老吗 好 你现在打开音乐软件 同一时间 巴赫和周杰伦是同时出现在你面前的 所有的音乐没有什么时间 他同时出现在你面前 就是你的手指揪进去点哪个 这个时候根据你的心情 你被他感动了 我现在就想听一下莫扎特 我现在就想听一下巴赫 他们是同时存在在你这里的 那么什么是音乐的中心 你呀什么东西能够感动你 这就是为什么我对现在这个咱们笑语之间自己说话没事啊 我对现在有很多所谓的音乐普及欣赏要接地气啊 古典音乐没那么高大上 咱们要接地气 没错 咱们就是要把它带进自己的生活 但有一些东西接地气 比如说 你们知道吧 那个肖邦 他和那个谁谁谁有一腿 那个贝多芬 他暗恋谁的时候是舔狗 所有人 这个真好 好接地气啊 不好意思 我对我现在活着的女明星跟谁睡觉了 跟谁有一腿 我都不关心 我为什么要关心200年前的这个人 他跟谁睡了 我才不关心这些事情 什么叫接地气 是他如何带入我的生活 他不能感动我 我知道马勒 布鲁克纳 瓦格纳 泰山北斗一样的人物 我听到他的东西 如果我不喜欢我可以告诉你 对不起 这事跟我没关系 好吗 我宁肯去听什么至爱丽丝 听得非常非常暖心的 这就够了 所以我这一次讲座特别有意思 大家可能很少听过这么肤浅的古典音乐讲座 我的音乐讲座在有的时候线下讲的时候 他们还帮我想名字 说你这个音乐叫什么古典音乐初相识 初恋古典音乐 拐奖遇见古典音乐 我说咱们就别扯了 我说我的古典音乐第一期的讲座 永远是一个特别简陋的标题 叫古典音乐入门的入门 不是入门 是入门的入门 什么意思 就是我把架构搭起来 铁架子完全搭起来 里面的每一块砖 每一片瓦 就是以后的这些音乐 这些东西一个正常受过教育的人简单极了 找一个音乐APP 你自己一项一项一项就把这个楼搭起来了 我现在就是要把这个架构给搭 非常简单的一个多小时给大家搭起来 这就够了 这就是我刚才说的 现在这个网络的时代 一个手机 你非要让我从贝多芬的升族年月讲起 没有任何意义 好吗 那么好 我现在就开始 它主要是三点 非常简单的三点 第一 我们想欣赏古典音乐 我们需要对古典音乐有一些最起码的 最基础的认知就够了 这种认知不是你会什么弹个琴 或者知道A大调和C小调之间的区别 不是的 这种知识是最基本最基本的 因为历史毕竟是有很多偶然组成的 必然 现在还不到 现在还不到 组成的必然 比如说贝多芬在Hedgenstadt的时候 写完遗嘱他想自杀 如果他真的自杀 那可要了命了 人类的音乐史就此改变 所以这些历史的偶然 我一定会跟大家讲清楚 大家也可能没有听过 我这么奇葩的讲解 非常非常快的R进宫 对 非常快的把这些东西捋过来 然后把它的原则捋完了 就可以了 这是第一点 还有一点就是我们所获得的知识 说到这个知识 有一个好消息 那就是90%的东西我们都已经知道了 为什么我们都是上过大学的人 我们对历史思辨 对欧洲的发展 对人类文明史有了基本的了解 而音乐史是嵌入其中的 这些东西我们90%基本上都知道了 还有一点就是我们有一些好朋友 比如说电影 比如说大家很反感的 大家知道吧 Elevator Music 我们坐在电梯里头 听那个音乐 一般五星级酒店 全放的是古典音乐嘛 好 我们对这些知识大致都知道了 那么不好的消息是什么 不好的消息是我们知道的很多很多 所谓的知识没有个鬼用 他对我们欣赏古典音乐没有什么用处 马上我就把这一点完全展开 然后我用非常简短的一个程序 10分钟的时间把西方古典音乐的历史 给串奖一遍 这些所谓的偶然实践给串奖一遍 这是第一大点 第二点就是让古典音乐成为你生活中的陪伴 什么叫陪伴 大家现在你们现在在世界各地 你们静静的听我们的人生是有底造的 两公里之外有一辆车摁了一下滴滴 这个时候鸣笛的那个声音 其实或多或少传到我们耳朵里了 古典音乐可以覆盖住这种底造 到时候我告诉大家这种陪伴性的音乐 从哪几个方面入手 第三点 把古典音乐带入自己的生活 夸张自己的情感 记住不是压抑自己的情感 我非常反感那种到时候我会跟大家详细的讲 你知道吗 听了古典音乐 为什么要听古典音乐 古典音乐为了使人快乐 真高兴 就是让人快乐 古典音乐当你痛苦 你心情不好 就是听了古典音乐 特别特别开心 恰恰相反 古典音乐有的时候在你愤怒 在你痛苦的时候 它是让你去发泄的 你比痛苦更痛苦 这个痛苦到时候会打上引号 你会对生命的共情性 有更多的认知 这是一个伟大的音乐做的事情 这就是为什么 永远人们在说 流行歌曲 我对它没有恶意 OK 但是不好意思 我不听 这就是为什么流行歌曲 永远是在拿个小手勾着你 哎呀 你亏了起来吧 等到我律逼还可以 不好意思 这些玩意儿 俺不玩 好吗 这三点 我从头一个一个跟大家讲 第一点 古典音乐最起码的知识 我们在中学 或者我们在任何书上 看到的古典音乐的段代 好 现在请主持人把那张图放上来 是第二张 就是没有那个介绍的第一张 不是 第二 对 第二 下一张 就是这个 基本上很长时间 没有人敢对这个东西说个步子 我们一说它古典音乐的划分时期 就是大致是这个样子 第一 大家先看一遍 发现哪些问题没有 先跟大家讲 我们能够总结出的一些规律 第一 古典音乐是一本展开的书 它在技术和人的情感表达上面 是一点一点扩展的 一点一点丰富的 到最后完全张扬起来 这是第一 这是第一 第二 任何一个艺术都是一个带着俄迪普斯情节的东西 就是后浪要把前浪杀死在沙滩上 你们仔细去看看 当文艺复兴走入那种 人和神 就是先说文艺复兴是如何把中世纪拍死在沙滩上的时候 就是开始像从意大利呢 开始佛罗伦萨那种地区 人文复兴开始 像淡丁啊 写类似那样的东西啊 彼得拉克啊 那样子的东西 当他们开始发现人格比中世纪的时候 像以神本位的时候 更重要的时候 这个时候 音乐也开始往人的这个情感来写 比如说 他们仍然会使用什么圣母玛利亚这种词汇 我们用脚后跟都能够明白 他们实际上在通过圣母玛利亚在赞美女性嘛 赞美身边的那些普通的世俗的女性 然后巴洛克时期对文艺复兴的一个反动是什么 巴洛克时期走向非常繁复啊 巴洛克时期的那个特点三大特点 我马上就会讲到 然后古典音乐又是对巴洛克时期的一个反复 然后古典音乐的庄严常政被浪漫主义所取代 然后当浪漫主义之后 进入到19世纪20世纪的时候 整个这个音乐开始走向各种分歧的发展 到最后现代的音乐已经开始走向非音乐了 非调性了 一句话就是没有最难听 只有更难听 好 这是俄迪普斯情节就永远要把前浪要杀死前人 我的老师无论他多么伟大 我一定要超过你 是这一种感觉 第三一点就是我们会发现 每一个时期的力量都是互相拉扯的 你如果告诉我 请问巴洛克时期形成的原因是什么 我只好告诉你不好意思 你不可以用单数的 它形成的原因有很多很多 他把它整个像一个崩床一样 各个力量拉起来 中间才可以形成一个面 这个时候人们在上面可以蹦跳 就是说有一定的弹性幅度 但是他真的是各个力量形成的 最后一点 第四点我们发现 这个是易老师意识的对这个解读 你只能从我这个从我这里听到的 非常怪异的一个解读很好玩的 就是你们仔细去看看这一个过程 一二三四五六 它像什么呢 它像一个人类穷屌丝在追求一个音乐 白富美的过程 中世纪的时候 这两个年轻人已经可以眉目相加了 但是这个女孩子就这个音乐的女神 有一个无所不管 无所不包 强大无比 什么事都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强势的 什么事都要管的大家长 这个大家长是谁呀 教会呀 他什么都要管 于是中世纪的时候 人类的音乐还仍然处于那种非常唐政 一切小心翼翼的阶段 然后进入唯一复兴的时候 这对男女好像已经可以勾勾手啊 已经可以互相联络一下 但是这个老爸仍然在说 每天晚上十点之前回家 不然我打个你腿 这种感觉 教会的势力仍然非常非常强 同时贵族的势力也起来 他们有钱承包了很多美大音乐的创作 当进入巴洛克时期的时候 这个年轻人开始已经 基本走向了人文的那种感觉 他们里面除了宗教音乐之外 有大量的贵族音乐 有大量的世俗音乐 一直到进入古典音乐的时候 像海顿跟莫扎特 已经写了那么多年 基本上就像是男欢女爱的感觉 这个年轻人已经可以拉着手 在街上自由的恋爱了 进入浪漫时期 好嘛 这对狗男女终于过上了 没羞没骚的生活了 他们两个人 你像贝多芬的很多音乐 在当时我非常开心的 当时那些石头脑的 那些玩鸣不画的 玩鸣不画的那些评论家们 会形容用一个词叫淫荡 来形容贝多芬的音乐 我非常高兴 太棒了 他就是淫荡的 你帮我怎么样 那个时候浪漫主义已经开始了 然后到后来进入新古典主义 进入新浪漫主义 那些音乐有很多 你比如说到后来像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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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写出沙乐美那样的音乐 女孩子已经听着音乐在台上 边听音乐边唱边脱衣服了 你想想 这个时代就是就像是一个人的欲望 一个人的人性在音乐一代一代的数上千年的时间里面 几百年上千年的时间里面猛的勃发出来的那种感觉 这就是古典音乐的整个发展史的里面的内在的一些逻辑 但是大家发现没有这个分期稍微有点麻烦 第一 什么叫巴洛克 你用这么一个名字 我先得向你解释 这是来自于什么拉丁语的不原的珍珠 然后我再跟你讲这个时期是怎么回事 这个时候 因为巴洛克时期有所谓他的三个特点 过分繁复 过分戏剧化 过分装饰 这是巴洛克时期的特点 可是你用一句巴洛克你怎么来形容 此外还有第五项浪漫主义 我到现在就想起来 我很早的时候讲音乐的时候 有一次我跟他们说 在课堂上我说 巴赫是我听过的世界上最浪漫的作曲家 那底下立刻就有人笑场了 哎呦这个人还讲音乐呢 摆盲不懂 巴赫怎么可能是浪漫的 巴赫是巴洛克时期的 中间还隔着一个古典时期呢 他怎么可能浪漫呢 贝多芬开创了浪漫时代 他主要还是古典主义时期 然后他开创了浪漫时代嘛 你怎么连这个基本的道理都不懂 最后我只好向他很长的去解释 首先巴赫是浪漫的这句话 不是我说第一 这个是Holowitz说的 格林顾尔德也说过 我个人以为曼德尔松也有这个想法 只是没说出来而已 其次浪漫这个词 你不可以把它又在这90年 什么1820到1910年 开个玩笑说 山顶洞人也可以浪漫 他走在街上 看见一个毛茸茸的女猿人 他猎了一只野兔 嘿嘿嘿的给他送过去 表达自己的爱意 这个爱意是很浪漫的 这个词用的太大了 他把整个这一个时期 用这么大一个词来形容 结果限制住了人们的感觉 巴洛克文艺复兴都有非常浪漫的桥段 大家都知道什么 什么帕托贝尔的卡隆 韦瓦尔蒂的很多音乐 巴赫的艾尔 那个哥德宝变奏曲 那都是非常非常充满了爱意的浪漫作品 好不行你不能浪漫 因为浪漫主义时期就是那90年 这个词用的真的非常糟糕 还有印象主义 大家知道印象主义是哪 这个词本身翻的是错误的 应该翻成意象主义 印象主义是绘画的一个名词 我们用这个名词来对应的音乐 所以这个音乐也跟绘画一样 一定是朦朦胧胧的 只表现一个轮廓 不是的 德彪西跟Rawel的很多音乐 有另外他们属于音乐的独立的意象 你用一个绘画上的词汇来套用它 有很多很多麻烦的 所以这个 sorry 这个断诞法真的是非常粗糙的 我去问了一下我的朋友的孩子 现在中学里面的音乐教育还在使用这个 那么好 我们翻到下一页 那个是什么呢 是 对 就是这个 这个是好些英国的音乐史家 他们坐在一起认真的研究 研究出来这个所谓的新断诞法 我一语带过 我个人以为这个断诞法以上一个好很多很多 但是仍然会有很多问题 比如说优雅与感性时期就是贝多芬的时期 这个贝多芬作为断诞型的创造力在哪里呢 他又说不清楚 但是无所谓吧 我个人觉得这个的确比前面的要好一些 比如说悲剧时期呢 瓦格纳跟马勒的这个时代 说句实话 马勒应该在反叛时期的 所以他中间还是有一些问题 你非要把这个时间段画的这么清晰 是有些小问题 但是无所谓吧 大家仔细可以看一下这个时期 可以到处发在群里面 这一个断诞已经比前面那个好一些了 总之吧 我就想告诉大家 这种音乐的断代现在越来越受到诟病 比如说最新的音乐史我看到的书籍里面 已经开始使用 比如说以前的浪漫时期 他们开始使用18世纪晚期到19世纪早期音乐 我一想这不大概就是浪漫主义时期 贝多芬的中晚期 他们就是要用这种方式告诉你 咱别用一个名词了 什么巴洛克古典浪漫 什么优雅悲剧反叛 咱少用这种词 咱们就告诉你 那一个时间段的人是怎样听音乐 怎样写音乐的 好不好 这就是现在这两个 一个比较旧的 一个现在所谓新式的吧 他们的特点和他们的局限 大家到时候可以到时候发在群里面 好可以退出去了 好说到这一点 我刚才许诺大家了 我把古典音乐发展千年的历史 用最简单的话给大家捋一遍 好吗 第一 古典音乐 该怎么说呢 这个事情特别有意思 有的时候我开玩笑 我总在说 我说我作为一个男人 我很不喜欢这种事 我说男人我很傲娇的 怎么回事 会用这种事情出现呢 是什么呢 西方古典音乐的史 有一条暗线 它的元代码 如果我们用计算机的话 它的元代码 主要的写作者 这个team leader 是一个女性 是一个女性 有一天 这个程序运行不下去了 卡住了 把这个bug解决了的人 又是一位女性 怎么可能 但事实如此 西方的古典音乐 最早必须要追溯到 古希腊时代 顺便说一句 大家知道现在国内有很多蠢货 在说西方文明从来没有 全是假的 哎呀 我花一分钟时间去想这件事情 都是对我人生的侮辱啊 真是咱就不提这种事了 多么可悲的一群人呢 无所谓 西方的古典音乐 大家知道古希腊时代 人民艺术艺术最伟大的人物 那个河马史诗嘛 有一个跟他完全并列的人物 就是萨弗 他退到利斯波斯岛去 然后他写了那么多的古诗词 写了那么多的美妙的音乐 然后他对西方音乐 基本上立了一个标杆 就算在河马的时代 大家读过河马史诗啊 那里面常常有伟大的美男子 阿基利斯 什么顶盔灌带 什么拿持枪上阵之类的 萨弗不这么玩 萨弗永远在他的音乐里 在他的诗歌和音乐里面说 我 萨弗 怎么怎么样 爱神对我 说了哪些哪些话 这些东西表达个人情感 纯属个人的情感 你少跟我扯道德 少跟我扯宏大叙事 我个人此时的喜怒哀乐 爱恨情仇 是因西方音乐的根本 他一路发展到后来 在基督教形成的时候 和大家知道两西文明 西伯来文明和希腊文明 融合在一起的时候 才形成了音乐 我们现在所知的音乐 当然这中间走了一个巨大的弯路 这个弯路非常滑稽 大家知道米兰赤令啊 313年啊 罗马终于说 这个基督教可以传播了 基督教当时很多人 现在还在谣传说 基督教那个时候成为 罗马的国教从来没有 基督教那个时候成为 所有宗教里面的合法宗教 你可以去传播了 然后我在说什么一个弯路呢 可以传播了以后 大家仔细想想一件事情 音乐急需被树立起来 长正化并且扩张 便于传播 想一想以前的古希腊 想一想以前的古希伯来人 就是旧约时代的那些犹太教徒们 旧基督教徒们 犹太教徒们和当时最早的 那还是古先贤时代的基督教徒们 他们怎样去聆听音乐 怎样去唱歌 这还用问吗 一个小火堆 大家几个人围在一起 唱个Limitation 就是哀歌呀 或者从圣经中节选一段 大家知道圣经里面 你比如说 经常有那个什么 大魏王写的一段话 交给谁谁谁 那个雅歌呀 诗篇的经常就是这些东西 一些小曲子嘛 现在不是咯 基督教走上台面咯 我们要有敬拜的一个礼堂里面 好几百人 大家一起唱个 是不是那个时候也唱 哈利路呀 晃着一起唱 音乐 小鼻子小眼的那种感觉 必须得加以更正了 怎么办 这个时候 的确有一个人出现了 他是米兰的大主教 叫安布罗修 他是四世纪 末年的人 就是三九几年 三八几年 三九几年的人 他在这个时候 现在基督教的很多文献还在说 他写了很多 基督教的圣歌 就是所谓 chant chant 圣歌 这个说法是不准确的 据现在准确的史料考证 安布罗修一首曲子都没写 零一首曲子都没写 他所有的曲子全部都是采风来的 庙堂之高和江湖之远 从来中间没有一个准确的界定 比如说当时的叙利亚应答诗歌的那种感觉 就是牧羊人在那随便唱一唱 他们被收集到庙堂之上 收集到教堂里面 安布罗修有一个团队 组成了几百首歌 他甚至当时告诉人们说 你们最好就唱我这样的歌 但也没有强迫 这就是现代人们一说的速歌 Planchant的来源 安布罗修是始作俑者 他对 对对对和诗经有点像 而且很有意思的 他跟咱们那个什么蝶链花 什么就这些这个曲牌也有点像 据说当时的人听了 看着这样的东西 看一下曲牌名 立马就能唱出来 他们很多时候 我有的时候开玩笑 说大家知道这个吧 有人说这个机器猫的那个 那首曲子是可以配 中国所有的文言的 什么古人心 刺荒河烙烟花三月下 就是一个音一个词 他们当时简单到 有很多歌曲就是这样子 所以大家一看 就能够立刻唱出来 这个便于传播 便于让大家 对对对 乐经可能也是 让大家便于来一起合作 你想想几百人呢 我们现在唱诗篇中的一句话 好嘛 我现在还花一个小时 教大家唱歌 我告诉大家什么曲牌 大家一听 然后打开诗篇 就开始唱起来 这就是一个当时 一个时代影响的 影响出了产生了 这样子的音乐 大家想一想 同时还产生了什么 当时的教堂 大型的教堂 对音响有要求的教堂 也是在那个时候 不再是一个小屋 你到我家来 咱们几个人 坐在一起唱首歌了 大的教堂 这种声音要 嗡嗡嗡的那个感觉 建筑也因为这件事情 有了一个巨大的发展 当然了 后来最大的 剩五百花 那都是什么时代的时候 那个时候人们 重新开始理解 音响作为一个科学 那个时候又是一个 重大的跃进 所以音乐对建筑 包括对绘画 对很多材料学 都有重大的影响 好 安波罗修伟大吧 他没想到 他还做了另外一件好事 结果对西方的古典音乐 有一个backfire 有一个像后的滞后作用 是怎么回事呢 安波罗修 当米兰大主教的时候 他接待了一个人来找他 这个人是从北非来的 就现在摩纳哥一带那个地区 摩纳哥一带的地区 那个有一个城市啊 叫Hippo 就是河马 大河马 那大嘴巴 丑丑的丑怪 那个河马 所以现在还有人管这个事 叫河马 是Hippo是这个家伙 来米兰找安波罗修 他当时还在信仰摩尼教 大家知道摩尼教啊 就是波斯明教 读金庸的小说都知道 这个家伙当时信仰摩尼教的 他向安波罗修请教了很多问题 安波罗修对他一一回答 这个人很感动 然后就回到北非去了 然后他就皈依了基督教 安波罗修后来还给他受了洗 这个事情还可疑啊 考证一下也可能啊 安波罗修就没当回事嘛 哪里知道 这位老兄 后来对整个基督教文明 对整个人类历史做出的贡献 是西方人排在前十名的人类 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那十位哲学家之一 大家知道他是谁 圣奥古斯丁 他后来成为Hippo式的大主教 那他跟音乐有什么关系 他没写过啥音乐 他发表了一些观点 所以你说你成了重要人物 你最好别胡说八道 他发表了一些观点 讲音乐的 有的很感动 比如说音乐赞美上帝 音乐对人的灵魂进化有作用 这是很好的对吧 这位老兄在他的忏悔录里面 就随便说了一些话 比如说他说 这句话很有名说 当我发现一个曲子的音乐的美感 过于他的歌词 我知道我是在犯罪了 我宁肯不听音乐 大家知道他为什么这么说吧 因为那些歌词是什么呀 那歌词是从圣经中来的呀 而这首曲子如果太好听了 就大家一听的 真好听了 我就没有再去注意歌词 哎呦 这可不行啊 你这是在犯罪呀 你怎么可以忽视圣经的话呢 完了 他这一句话出来 人们就把他当作圣旨了 在一百年之后又出了一位大主教 罗马大主教这个人物叫格里高丽 格里高丽大主教一统江湖 当然大家知道本来有所谓五大教区 后来罗马天主教就梵蒂冈一统江湖 他跟安布罗修一样 也整理了很多很多的这个圣歌 然后他整理的这个圣歌集 和圣奥古斯丁对歌曲的理解 对音乐的理解两个一拍即合 大家想想形成了什么 形成了统治欧洲历史将近一千年的 一个感觉就是歌曲的美感并不重要 并不需要我们去追求 音乐就是为了宣教 为了传播信仰 为了让人虔诚的 最后到了一定地步 有一位大主教甚至说了这样的话 世界上最美妙的音乐 就是你听他还是有点调 但是实际上他就是说话 就跟咱们说话一样 中国人应该熟吧 这是什么 老和尚念经啊 你知道这个老和尚念经 他们很多是有取调的 但是我就要像说话一样 我要让你注意到 我这个经文竟然还有旋律 而且还很美 这可坏了 那你就不专注于经文咯 所以老和尚念经就是 圣奥古斯丁对音乐的这个见解 就是音乐不能太好听 不能够这个侮辱我们的信仰啊 加上格力高丽圣勇 合在一起 基本上统治了欧洲音乐一千年 他形成了一个巨大的bug 你跑不出去了 这个bug造成了当时的planchant 他就是当时的速歌 有一个最重要的特点 叫灭绝激情 他所有的歌都是很沉的 就全是这个样子 你要是改那个非常舒缓优美的话 立刻就有人来制止你 然后还有两个特点交叉的 这两个特点对一个读过圣经的人来说 会觉得莫名其妙 第一女性不可以唱 据说这是从保罗书里面 是从罗马书 还是从什么书里面说来的 这是纯属胡说八道 在圣经里面还有女执事呢 他们当时说女性不可以唱歌 不可以从事教会活动 第二不可以有乐器 乐器是魔鬼的工具 这一点就完全 我听了就完全蒙圈 如果大家读过诗篇的话 会知道大卫的很多诗是什么 后面喊希拉 希拉什么交给领长 领长是什么人 就是乐团指挥嘛 那里面就是有不但有乐器 而且有各种各样的乐器 伴随着歌曲 但是罗马教会一句话 第一不可以有女性 第二不可以有乐器 再加上音乐要灭绝激情 要如此的舒缓 才能够是虔诚的 大家就可以想一想在那个时代 据说连笑都是不前进的 因为你的横隔膜颤动 导致你身心灵都很开心的 这就是魔鬼的东西 好嘛 圣奥穆斯丁哪里想到自己在忏悔路里面 小小的一句话呀 结果造成了这么重大的影响 这个三巨头把欧洲的音乐形成了一个bug 安布罗修开创 然后圣奥穆斯丁进行了理论上的整理 然后格里高丽把它完全完善 这三个人成了个铁三角 好嘛 西方的欧洲的古典音乐 从此之后就卡住了 你去听那个时代的音乐 咱们外人听 听一百首 你听着这个调好像全一样了 没啥了不起 没错 就像咱们听老和尚念经似的 怎么办 大家猜猜 这个应该是到什么时候 这种情况才被解决的呢 最简单的道理 大家一想欧洲是 我知道我知道 应该是1517年 马丁路德贴95条论纲 这个教会的力量不再重要了 大家知道以前的教会 你向教士们忏悔 然后行了 剩下的事你别管了 我是教士 我才有资格向上帝去忏悔的 好吧 我替你做点事 所以这就才有赎罪卷这回事 现在不是了 任何人都可以直接 马丁路德说直接向上帝 对吧 对吧 那教会的力量就弱了吗 那教会歌曲的力量也就弱了 对吧 哇 这已经是1000年之后了 1517年 不是 非常奇妙 我刚才说了 欧洲音乐史上的一个大bug 竟然又是一位女性给解决的 这个原代码是个女性 萨福写的 出现了bug 还是要找一个伟大的程序员 金牌程序员 她又是一个女性 这个女性叫 Hindergård Wong 冰根 大家知道 这是一位贵族 怎么一个音乐家会是贵族呢 人家不但是贵族 而且是冰根地区的 大贵族 但是她很小的时候就进了修道院 后来她成为一个修道院的女院长 这个人物 她不但是个伟大的音乐家 而且她是个伟大的哲学家 她从两封面一亿己之力 首先 她对圣奥古斯兵理论 釜底抽薪 她先要从理论上解决这个问题 其次 她根据她的理论 自己创作了圣歌 她在理论上是怎么釜底抽薪的呢 她写了很多著作 她说 音乐的声音 是跟天堂的那个圣歌的声音 是相应和的呀 所以她才需要美啊 这个旋律的美感不是来自于我们的 是来自于她呀 她让我们感动啊 就像那些词感动我们一样了 一下子 人们突然间明白了 原来音乐是可以美的 然后她 然后她还写了很多非常有意思的话 举一个例子 说 我的生命就像上帝鼻息上吹起的羽毛 在空中悠悠的飘浮 想想 大家想想 这句话怎么听着很眼熟啊 一个人的生命 好像漫无目的的像羽毛一样在天上飞 实际上有一种力量 在引领着你走向生命的风营 是啥 有个电影 想想 阿甘正传嘛 一开始那个羽毛 最后那个羽毛 对 就是来自于圣希德加的这个东西 然后 他还说了很多东西 什么 我内心中的小宇宙 博发出来什么的 大家想一想 日本的动画片 什么星史啊 什么宇宙 什么这些东西 他的理论根源 都是研究圣希德加的东西 然后 他把理论确定了 这个人物 他是修道院的 他从来没学过音乐 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这个家伙 自己就开始自学音乐 然后写了很多歌曲 我到时候 是不是可以把这个 他的有的音乐 发到咱们群里面 突然间 一瞬间 人类的音乐 变得好听了 他的音乐 真好听啊 我天哪 而且 他是女修道院的院长 他在他的修道院里 组织了一个全女班的 那个里头是不能有男士的 连着所有的神父 全都是女的嘛 他组了一个全女班 那种女性化的声音 在教堂里面回想的时候 那个美感 然后再加上他的旋律感 特别强 这个人物 从他开始颠覆了西方的音乐史 那三巨头的架构一下子破裂了 而圣西德加是什么时候的人 他是一零几几年出生的 一一几几年去世的 你想想比马丁路德 1517年早了多少年 这位女性是不可思议的一个人格呀 所以西方的音乐 在元代码出现之后 走着走着出现一个大bug 音乐开始走向非音乐 完全工具化 结果被一个女性完全打散 音乐终于开始 可以美了 哎呀 一切都准备好了 什么时候开始呢 文艺复兴开始了 人文思想开始了 这个中国的 包括现在咱们的中学课本 我又去问了他们 我们仍然不肯承认 西方的文化在当时是两条腿 共同进行 一个叫文艺复兴 一个叫宗教改革 他们两者合在一起 才产生了当时欧洲文化 爆发性的增长 以及后来的工业革命 现在咱们的课本 只讲一件事情 文艺复兴 那些人他就是复兴了 你怎么着 哪里这么简单 这里面有信仰方面的 同时进行的 并列的两条腿进行的 好 这个时候进入文艺复兴了 而文艺复兴 从那文艺复兴三节 到后来的画家 到那些音乐家 他们都在进行的一件事情 就是贵族终于成了一个可以和教会 并行两者之间 你都来我都去的一个方式 很多贵族以豢养 这个词不太准确 不太礼貌 但当时的确是这样 就是豢养音乐家和艺术家为荣 而这些音乐家 他们的确是要给这些贵族写什么 你吃饭的时候音乐 婚礼的音乐 什么在花园里散个布 我给你来几段音乐 的确可以有 但毕竟已经离开宗教 完全离开宗教 有很多非常世俗的男欢女爱的东西 顺便这个地方插一句 就是贵族用音乐和诗歌来表达 世俗爱情由来已久 就算在中世纪的时候 有一种人叫出霸多 什么叫出霸多 就是游吟诗人 我们现在有的时候常常混淆 游吟诗人和行吟诗人的关系 游吟诗人百分之百都是贵族 基本没有例外 他们就是那种要写一些 对什么女主人 对开个玩笑说 对大嫂子那个感情 谈着那个时代的优格尼迪 实际上是鲁特琴 谈着这些东西 或者是竖琴 来唱一下关于男欢女爱的这种感情 进入到真正的人文时代的时候 终于爆发出来了 然后理论基础也好了 于是文艺复兴的时候 开始出现了很多世俗的音乐 但是这还远远不够 人类的文明 不好意思啊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 哎呀 不好意思啊 音乐界有的时候不是这样子啊 音乐 艺术是由伟人创造的 没有这些伟人 我们这些庸才 一辈子还在听小苹果呢 好吧 他们真的是在文艺复兴 进入到巴洛克时期的时候 真的是出现了一些旷世的伟大人物啊 比如说巴洛克时期的 我刚才讲了三个特点 过分装饰 过分修饰 过分装饰 过分戏剧 过分繁复 这是巴洛克时期的特点 巴洛克时期又有三大音乐家 巴赫 巴赫 亨德尔和威瓦尔地 这三个人写的东西 基本上树立了巴洛克时期的一个特点 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三大特点 这三个人有个共同的特点 就是他们写了大量大量的宗教音乐 无论他们是给皇族 给贵族做事 你像巴赫跟亨德尔全都是什么 韦瓦尔地以前就是一个神父啊 所谓的红发神父 他的外号 但无所谓 他们仍然写了大量的世俗音乐 就算是他们写的宗教音乐 那种人文的关怀 那种浓浓的情谊 也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 人类终于逃出来 人的思想可以开始 至少可以开始升个懒腰吧 这个时候 我刚才不说吗 一个人类屌丝 在追求音乐白富美的时候 已经开始可以勾勾手了 可以感觉到很好的时候 这个时候 他们终于想放复一下自我 想要离开自己的大家长 这是什么时候呢 就是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的时候 人们开始出现所谓叫自由式啊 比如说巴赫到最后去个莱比锡 那个莱比锡就是一帮的贵族 一帮的富商吧 包括这个他在莱比锡的圣托马斯合唱团 那就是一些有钱人聚起来 我们也想玩音乐 我们做一种 很居高临下 不敢这么说 不敢这么说 反正我觉得现在流行音乐挺好 有些好东西吗 我觉得周杰文挺有才华的 好 他们终于可以开始摆脱大贵族 摆脱宗教的教会势力 可以开始写一些自己的东西了 但是仍然有的时候狙狙紧紧的 就在这个时候 当进入到古典时代的时候 海顿仍然是 他一辈子给埃斯特哈奇亲王做事 虽然到早年和晚年稍微有一小段 但是绝大多数时间 给埃斯特哈奇亲王家族写东西 那真的是家族要是晚上请个客人来 想多吃几根香肠的话 海顿你赶快给我写一个佐餐音乐 他立马就要这么写 他还稍微好一点 但是他仍然写了很多大量大量世俗的音乐 一直到一个旷世的天才出现了 一个人们传说他是被人嫉妒 害死了一个天才 就是莫扎特 莫扎特是断代型的人物 巴赫是莫扎特之前最伟大最伟大的这个人物 他的这个力量是毫无疑问的 但是把音乐写到如此的优美 如此的闲适 如此的开心 人类历史上没有第二个 理解莫扎特的音乐 用莫扎特的一句话最好了 有一次莫扎特写了一首曲子 有一个乐迷很高兴的问他说 大师您这首曲子是不是写这个春天里的花园 莫扎特说 不是 那你是写这个 对 那个圣西德加的东西到时候我放上去吧 然后您这个是写这个 这个年轻男女的这个爱情 莫扎特说 也不是 那你是写这个某某宫殿里面这个皇族的这个生活 这么开心 也不是 人说那你这个曲子到底写什么呀 莫扎特说 我写的是我愉快的心情啊 我天哪 别小看这句话 千万别小看这句话呀 这句话理解莫扎特以及他所处的那个时代 没有什么比这句话更伟大的了 我就是描写我的心情 我听了之后 真高兴 足够聊 好吗 然后莫扎特之后 顺便再说一句啊 莫扎特是被一个叫萨里埃里的因为嫉妒给弄死了 这个话并不准确啊 萨里埃里没那么坏啊 萨里埃里还教了一个学生 后来基本上取代了莫扎特 成为巴赫莫扎特和这位人物 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三个作曲家 这个人物就是贝多芬 没错 萨里埃里是贝多芬的老师 说实话他能坏到哪去 贝多芬这个老师 对这个老师还算是蛮尊敬的 贝多芬的出现 这可就是历史上的重大事件 这是真正音乐史上旷世的一件大事 理解贝多芬也特别容易 第一就是民主思潮对贝多芬的确是有影响 大家知道的哈 贝多芬让贵族冲他脱帽 还对一个什么亲王说 亲王有的是贝多芬只有一个 然后他有一次在一个晚会上 有个他演奏的时候 有一个贵族对他不尊敬 贝多芬抄起把椅子 冲着扔过去 我别给人开了瓢 贝多芬那个时代 他是民主思想 大家知道他写给拿破仑的一首曲子 英雄交响曲 最后拿破仑又称帝 他又把改成写给什么 这个广大人民群众 这是个很有名的故事 千万别忘了另外一点 就是1770年是贝多芬的出生日 就在那之后 其实基本上就同期贝多芬生长的环境里面 还有另外一股思潮 就是狂飙运动 像席勒像哥德 他们的狂飙运动并没有持续多久 一二十年就结束了 这一个能量和贝多芬的 对民主对自由的向往 两个结合在一起 才能够解释贝多芬 为什么能写出那么 当时人认为 那么狂躁 那么凶狠 甚至有人使用那么淫荡 那么不控制欲望的音乐 这才能解释贝多芬 人类历史上都没有人那么写音乐 为什么狂飙运动的意思 就是像席勒跟哥德就说 你此时此刻你的感觉 说出来表达出来 你隐藏个什么 没必要隐藏 此时此刻 说个难听一点 我对这个女孩子有欲望 我就要表达出来 过了一个小时之后 我对她不感兴趣 我转身就走 这才是一个人 说实话 这个人要这么活着 有点不可理喻 但是无所谓 狂飙运动说 你就是要发挥出来这种感觉 贝多芬 贝多芬当时受这种感觉的影响 非常非常深 大家别忘了 贝多芬最伟大的一首曲子 第九合唱交响曲 最后这个欢乐女神 词是谁写的 就是席勒写的吗 贝多芬的这两种感觉融合在一起 好 我看看 十点 好 融合在一起 才形成了我们理解的贝多芬 好 接下来的感觉就是 贝多芬之后 他开创了浪漫时代 就像我刚才说的 这对男女 那个人类表丝和音乐白富美 终于可以当街打班 这个出去开房什么之类的 他们终于过上了没羞没臊的生活 人类的音乐一下子就勃发出来了 才出现了后来的这些人 被贝多芬的一些继承者 曼德尔松 舒伯特 舒曼 以及波拉姆斯 这里面我加带个私货 人们刚才 我刚才不是说了吗 西方一说古典音乐三节 巴赫 贝多芬 莫扎特 不好意思 对易老师个人来说 古典音乐是四节 很少有人像我这么极端 我个人认为那三个人 一定要再加上一个 就是波拉姆斯 我强烈建议 大家有机会多去听这个人物的东西 他那两首钢琴协奏曲和他那四部交响曲 我冒天下之大不为说一句 实际上还有他那首小提琴协奏曲 还有那三首小提琴奏鸣曲 实际上已经超越了贝多芬 那个音乐已经到了令人动容了 举例来说 我看看大家这个校友们应该都是跟我这个年纪 甚至有比我更大一点 差不多就这个年纪吧 大家去首先入门的时候听一下 柏拉姆斯的第四交响曲的第一乐章 天高云淡 北宴南飞 大地上金色的麦浪翻滚 我们的人生也到了收获季 我们人生进入深秋了 是什么感觉 大家一定要听一听 柏拉姆斯第四交响曲 第一乐章 人类能写出那样伟大的音乐 说句实话 真的是很多乐迷要捶我的 柏拉姆斯的很多很多东西 已经全面超越了贝多芬的 然后人类就是因为这种放纵 就是猛的勃发出来的感觉 开始出现了像瓦格纳 当然中间的布鲁克纳 他又重新走向前进 但是到后来能够出现像瓦格纳 像马勒 像瑞哈斯特朗斯这样的人物 他们的音乐非常的深刻而繁复 虽然我对瓦格纳这个人非常厌恶 但是不得不承认 他们的音乐从技术方面 对音乐的复杂性方面 是前人所完全不能够 所完全不能够达到的 不不不 George不好意思 我刚才我提前没有说过 因为这个时间我讲的东西太多了 我就把音乐的sample完全不放 所以只能到时候在群里面再放了 没办法 我这个 一个多小时 现在还没有多少时间 因为还要留给大家提问的时间 然后我有可能还得稍微走走一点 带老人出去吃饭 所以这个到时候我再再放了 这里面讲了太多太多的音乐了 好 现在就是我说的第一条 古典音乐 最基本的常识架构 我给大家搭起来了 好 有一个重要的问题 我要举一个很滑稽的例子 跟大家讲清楚 还是第一点 后面两点还没讲的 第一点这么长 那就是我们需要什么知识 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 西方古典音乐被播出的最多的 播出的最多的那几个曲子 因为他太优美了 永远是很多很多人去听的是什么呢 肖邦的夜曲 有十七首版本 十几首 十九首版本 二十一首版本 因为有某些曲子 存疑啊 有可能是脱尾之作 但无所谓 肖邦的这十几二十首夜曲 Nocturne 太有名 太有名 真是优美啊 所以很多时候 你去个饭店 你们的什么五星级酒店 大厂里面经常用那个做背景音乐 这是古典音乐 最popular的一些曲子之一 好 易老师给你显背一下啊 易老师渊博的学识啊 肖邦夜曲的头三首是1831年肖邦刚刚到巴黎的时候写作的 请问他是写给谁的呢 我不难为大家 我给大家多项选择行不行 他是写给乔治桑女男爵的 写给波列义夫人的 写给德阿贡女伯爵的 还是写给威特金斯坦公主的 四个选择 你总能选择一个对吧 易老师告诉你 他是写给波列义夫人的 是因为当时刚刚到巴黎的时候 肖邦住在人家家里面 波列义先生对肖邦很好 还送了肖邦一架钢琴 这个家伙有点钱呢 肖邦很感动 就用这架钢琴图曲写了三首曲子 就是夜曲的头三首送给了提现给波列义的妻子 这位波列义夫人 你看易老师是不是学识冤博啊 为我的这个弹图所倾倒啊 首先我说的这些东西有毛用啊 他对一个真正研究肖邦历史的人来说 这连知识都算不上 这最多算一个知道 这种技术是咱们中学的时候 贝克文的时候养成的习惯 一个名字我怎么把它记住 波列义有什么用 第二 他对我们欣赏音乐有任何帮助吗 这首曲子不是写给张太太的 是写给李夫人的 或者是写给刘小姐的 哇 于是啊 我们谢谢 关注一下我的这个清廷 于是啊 我们对这首音乐的感觉就不一样哦 这不是胡扯吗 这种知识对我们理解音乐有任何用处 他是写给波列义夫人的 于是我们朗朗的演奏和李云迪的音乐 风格就不一样开什么玩笑了 那么我们怎么去理解这首音乐呢 非常简单 就是你的生活是什么样 他就怎么进入你的生活 你的音乐就是这样子来帮助你的 这种这词不太好啊 就是他嵌入契合进你的生活 我来告诉大家 他是怎样契合进我的生活的 以及我个人以为最伟大的萧邦夜曲是什么样的 夜曲这个词来源 他是一个爱尔兰的作曲家 叫John Phil的发明的 nox这个词本来是拉丁语中的夜神 这个是古代掌管夜晚的神 是一个长着六块腹肌的翩翩美少年 他领着一些女妖精 在林子里的小池塘里面 那个明月高照 大家经常看着有绘画作品是这样子 一轮明月 然后小池里面有女孩子在那涮脚啊 游泳什么的 诱惑路人 为什么会有这个意象 大家想一想 爱迪生什么时候发明的电灯 或者说他剽窃的电灯 这也无所谓了 在那之前 人类在电气时代之前 夜晚是很恐怖的一件事情 夜晚是妖魔鬼怪出没的时刻 白天是人类的时光 当太阳落山之后 没有灯光 这个世界上一片漆黑 这种情况 我们现在只能回到农村的时候 看到真的是 我上次回农村 什么叫伸手不见五指啊 那个时候妖魔鬼怪才出现了 这种感觉是他们发现小动物也是这个时候出现 于是他们把他精灵化了 好 那么人类的家是什么感觉 远远比我们现在我什么进个小区回个家 那种感觉要强烈的多 家是躲避鬼怪 躲避妖魔的地方 你们就想象 外面寒风呼啸 你能看到窗户上的树影像鬼爪一样在晃动 你蜷缩在 家里面有个火炉 噼噼啪啪作响 你蜷缩在火炉边的躺椅上 拿着一本书 静静的在读着的时候 偶尔抬头看一眼窗户 知道外面妖魔鬼怪在咬人了 这个时候家的这种感觉是如此的温暖啊 这种之间满满的张力就是我理解夜曲的突破口 夜宵邦的夜曲是幽暗鬼魅 是痴魅亡两的那种很暗黑的力量 和家里面温暖的火炉边的那种感觉 那种家人给我的感觉 两个之间共存时候之间的拉扯 这才是肖邦的夜曲给我们最整体的感觉 而这种感觉对我来说 就是有一个捷克的作曲家 没错 肖邦的夜曲对我来说 竟然不是个波兰人演奏的最好 是一个捷克的作曲家 大家把这个名字记一下 叫Moravik M-O-R-A-V-E-C Moravik 这个家伙Evan Moravik 我到时候还是会没有时间发了 我还是会把这个东西发在群里面 这个家伙演奏的夜曲 就是那种一方面非常的幽暗鬼魅 那个有的时候很多地方很暗黑的 但是就是突然间上面一个很温暖的声音响起来 两个之间的张力撑的满满的 这是我个人理解的夜曲 有一次我给一帮年轻人讲夜曲 我开玩笑说 就像你今天晚上哪都不想去了 想认认真真的读一本书写个作业写个论文 突然间鼻子里面 什么味道这么香啊 趴窗户一看 小区门口的烧烤摊灯火通明 这么热闹 心里面那个抓的难受 我想跟朋友去喝酒撸串 没错 两者之间的这个张力 有的时候就是肖邦那个时代表现这种感觉 用音乐表达出来的 哎呀 傅聪先生的肖邦 不说了 不不不不说 咱们不说 不是啊 Sirenate是另外一种感觉啊 夜曲不再是描写景色 夜曲直接是描写情感的 Sirenate是描写 夜间的那个风景里面 有一种爱情的味道 一个是Sirenate 一个是西游曲啊 这个两者之间 表现的是那种 就是你像Sirenate的很多 像舒伯特写了很多Sirenate 他表现的是那个贵族时代的那种 夜游的感觉啊 这个跟肖邦的夜曲 是不是不是一回事 好 我想跟大家说 你必须你把你所谓的知识 哎呀 这个你知道吗 你你要是不知道波兰民族解放的这个过程 你怎么可能理解肖邦呢 你要是不理解法国大革命的那个感觉 你怎么可能理解莫扎特 你怎么可能理解贝多芬呢 你要是不理解当时维也纳人的日常生活 你怎么可能理解贝多芬扎特呢 纯粹胡扯好吗 所有的音乐都是此刻的音乐 我刚才说了 共识性和顺时性 对此刻就是共识性 音乐就在此刻 它就是想消耗 就是在让你感觉到 你又想学习又想出去撸串的那种感觉 这就是音乐带入我们人生的感觉 好吗 第二点 第一点全部说完了 就是我们把一个知识架构完全建立起来 然后剩下的音乐 我会在群里面发一些 其他的音乐太简单了 大家在这个找词条 在这个APP上找音乐 一点一点的像一块砖一样 一块一块的把它给填充进去就行了 我还是那句话刚才说的 音乐断代的那个 这个音乐家是巴洛克时期 这个音乐家是古典时期 你要想知道 我不拦着你 但说句实话 对我们理解音乐没半毛钱作用 好吗 第一点讲完了 第二点大家还记得吗 我要讲说 让古典音乐先陪伴着你 你先别去想 这个音乐有什么深刻的内涵 那有什么 它就先陪伴着你 这样的音乐 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就是像我们在大明湖畔听白妞说书 无一毛孔不舒服就够了 音乐的要求就是好听 这样的音乐 我大致可以找到几项 第一 是 不好意思 第一 是描写景物的 可以有实在感觉的音乐 这就是为什么 古典音乐史上最卖座的一张唱盘 是威瓦尔蒂的四季 当时阿佑演奏的就是历史上最卖座的 卖了一千多万 卖了几百万张的 结果没想到后来一个英国的小提琴家 那就是Kennedy演奏的 据说卖了上千万张 这样子的音乐 同时带着景象 比如说这个春天春暖花坎的感觉什么之类的 它比更便于你入门 这种感觉是我们入门非常重要的一个感觉 因为音乐是非具象化的 是意象化的东西 你要想入门或许需要一些具象的帮助 这样子的音乐包括了像维瓦尔蒂的四季 像贝多芬的第六田园交响曲 像Tchaikovsky的四季钢琴组曲 还有像很多写了名字的很多音乐 大家去听的时候有一个具体的影像 第二这个比较奇葩 有一个加拿大人 这个加拿大的家伙已经去世了 但是我非常尊敬他 只有加拿大人才是这么咸云野鹤的生活的 他叫Dan Gibson D-A-N是first name 然后他的last name是G-I-B-S-O-N Dan Gibson 这个家伙他不是个音乐家 他干嘛呢 他从年轻的时候开始持续了一辈子 他背着录音设备 走遍全世界去录自然的声音 从什么虫叫鸟鸣西水蝉蝉 一直到非洲的诗子 嗷一声 他都录下来 形成一个巨大的声音库 然后就有很多人 现代的音乐家来找他 也有很多古典的人 了解古典音乐的人 把他作为背景进行配乐 一下子 这种音乐就更加便于理解 我举个例子来说 一开始的时候是 你听着蝉蝉的西水 然后有小鸟 在叫 这个时候突然间一首贝多芬的小曲子 开始演奏了 就像刚才有一个朋友说 Serenade的小夜曲 好啊 这个小夜曲之前 他可能配着那个蟋蟀 嘟嘟嘟嘟 现在那响十秒钟 你听着说不是班德瑞 班德瑞那东西 大家知道没有一个乐团叫班德瑞 班德瑞是一个音乐项目 就是很多乐团投进去了 班德瑞也可以 待会儿给大家讲 这样子的配上自然音的音乐 非常非常便于入门 大家就陪伴着自己 只要你不是在什么写作业 认真的读东西的时候 你只要想休息 你随时就把他声音开的小小 你家里就充满着这样的声音 非常非常温馨的 我给大家推荐 丹吉普森老爷子 配乐的一盘碟 对就是他丹吉普森 配乐的一盘碟 这个简直是一盘神碟 大家去找一下丹吉普森 有一盘碟叫塔西提 对就是塔西提岛 就是大西地岛 这个不是古典音乐 这是塔西提岛土著演唱的一些歌曲 什么小夜曲 什么传歌 什么浪漫曲 失恋 就这些曲子 欢迎你的音乐 什么的 这些曲子 然后配上了丹吉普森的海浪声 这曲子 这盘碟简直是你听不够 这个生命如此美好 人间值得 这种感觉 这是一个 好 第三种就是流行乐团和爵士乐团改编的古典音乐 刚才这位朋友说班德瑞 没错 但是对 就是塔西提岛 就是班德瑞 但是在我们那个时代转眼小半个世纪过去了 曾经有所谓西方的三大清音乐团 现在早就过时 这些三位大师已经都去世了 但是无所谓 他们的音乐还在 他们改编的很多音乐 非常非常之优美 我把这三个乐团报给大家 到处写的群里面 一个是德国的James Last 一个是英国或者美国 算算是美国的叫Mantawani 还有一个是法国的乐团 叫Paul Moriai 保罗莫里埃 这三家乐团 用他们各自的方式改编了古典音乐 你第一次听你说 这改编的面目全非 这都什么呀 没事 他要的就是一段优美的旋律 让你入门 我刚才说了 他是陪伴你的 好吗 我的讲座是入门的 入门 他是用来陪伴你的 就是让你喜欢 无疑毛孔不舒服 像吃了人参果一样 就够了 然后很多爵士乐 也改编了这样的音乐 大家就知道爵士乐 Trile Piano Dram 跟Bass 他们合作演奏很多非常轻松轻柔的那种感觉 我觉得那种音乐放在酒吧里很好 他们改编了很多古典音乐 也是可以的 第三个 第三个 第三点也是可以陪伴你的 音乐是有速度的 大家知道这些速度的符号很多都是意大利语 就是拉丁词根 大家去找一种速度 叫Adagio A-D-A-G-I-O Adagio 这个翻译成中文叫柔版 世界上大量大量的优美音乐 是在这个速度写的 比如说Lago太慢了 比如说Vivo又太快了 好 有很多音乐非常缓慢 舒缓 特别特别优美的音乐 是用这个速度来表达的叫Adagio 大家去找一下 会发现 现在很多古典音乐唱片公司 为了卖钱 把著名的Adagio集成一盘碟 A-D-A-G-I-O 而且有各种不同的集法 按音乐家 贝多芬 莫扎萨 巴赫 按乐器 什么竖琴 小提琴 Piano 然后还有按时期 巴洛克 浪漫 古典 印象派 Adagio都可以 大家找Adagio这个词 陪伴你 他永远非常舒缓 不急不缓 非常之优美 第四点 让大家专注于一个乐器 叫大提琴 很多人说 大提琴是人类 阿尔大旧 好 大家记住 阿尔大旧就行了 很多乐器 很多人都说 大提琴是最接近于人生的乐器 这没错 但是我想说的是 这是易老师的脑洞 大提琴的声音 就像我们出生前在母妇里面 听到母亲的心跳声一样 这可能是我们人类能听到的最舒缓 最解压的音乐 太优美 太优美了 大家从大提琴开始听起 比如说 我到时候给大家放吧 比如说Maisky 马悠悠 都有一些大提琴名曲集 说着最popular的一个大提琴名曲是哪个 还用问吗 马斯涅 就是那个什么 圣桑的天鹅吗 然后马斯涅的meditation 全都用大提琴演奏出来吗 然后这个 Tchaikovsky的那个 儒歌的行版也用大提琴吗 就这样子的东西 然后我强烈推荐大家 巴赫写了一套大提琴组曲 你基本不能想象 两个多小时啊 用一个大提琴 滋嘎滋嘎的拉两个小时 音乐可以优美到什么地步 大家把这个记住 就让它陪伴着你 声音放的小小的大提琴的声音 你非要说它有多么的旋律感也没有 它就是一个低频共振 那个声音之优美啊 你永远会 有的时候你都会没有注意到它 但是你沉浸其中 太优美太优美了 第三点 前面两点大家记得 第一个基本知识 第二个让音乐 陪伴着你 第三点让音乐表达你的情感 没错 就是你的喜怒哀乐 用音乐去表达出来 它音乐 我再说一遍 它不是为了使你快乐的好吗 它是让你把情感更多的释放出来 说到这一点呢 本来我还有例子 哎呀 已经没有时间了 我就不举个例子 本来有一个例子很好的 没事我给大家 讲一点我个人的感受 我这些感受 有的时候我听了很多其他的古典音乐的讲座 我有的时候不吐不快 包括咱们那个中央台有个主持人也是在说 古典音乐是什么呢 古典音乐就是为了使你快乐 古典音乐你知道吧 学古典音乐的孩子不学坏呀 都特别听话 古典音乐学古典音乐都是好孩子 哎呀 我很不以为然呢 如果非说古典音乐有什么作用啊 就是这个道家说的无用之用啊 穆辛先生现在也在说嘛 无用之用 是什么呢 古典音乐是为了帮你保持对生命的锐度 它真的不是单向的让你快乐 就是耶 我刚才说了莫扎特是其中的重灾区啊 莫扎特的音乐就是让你快乐 谁说的 莫扎特的音乐非常之深刻 到时候我如果有机会以后给大家讲 莫扎特的音乐如此之深刻呀 有很多音乐听了让人落泪的 哎 他不是古典音乐整体不是为了让你听的 耶 好开心的 不好意思 那你去听小苹果 去听爱情买卖 去听周杰伦 听了之后神情气爽 不是这么回事 古典音乐是为了让你保持生命的锐度 你面对这个世界啊 如果在座的有朋友有信佛的可以明白 为什么佛陀会碾花微笑 汉传佛教有的时候很荒谬的把这个解释成 是因为佛陀是个很快乐的人呢 看到一朵花都能这么开心 我的天哪 佛陀是面对生命的细节的那种共情的美好啊 古典音乐就有这个能力 他为了让你保持对生命的觉知 哇 这个Richard说的非常好啊 生命的觉知啊 这种感觉 哎呀 有的时候我在想我 我是应该自豪还是应该羞愧啊 我们的古人是各种的高手啊 随便看了一个和堂 留得残河听语声 哇 什么人能说出这样的话呀 哇 可是我们现在怎么回事 中国人现在思维都是一大块一大块的 分析事情都是这个阶级怎么样 河南人全都是什么什么 没有必要吧 我们什么时候变成这个样子 我不知道啊 我们能够面对细节 这么跟你说吧 有一次我在一个学校里面讲课 那是一帮子中学生 我就告诉他们一件事 我说你们周末的时候回去 他们住校 我说你们周末的时候回去啊 或者你住校可能回家晚了 我说你们观察一下 阳光斜着从窗户投进来 照在你的床单上的感觉 你搬把小椅子坐在那 你坐坐个十分钟 你就静静的看 阳光照在床单上 照在地板上 然后慢慢的在挪动 什么叫白居过细啊 对呀 就是留得残河听雨声嘛 哇真是所有的优美啊 那一个瞬间生命的流淌 就在你一瞬间慢慢的走啊 我说你什么 已经有多长时间没观察这种事了 观察一朵花 观察一个微笑 观察一个孩子 哎呀 多么优美啊 我要我们现在人好像缺乏这些东西 我要艺术是这个东西的入门 然后音乐是这个东西 是这种感觉可能是最直接最好的东西 因为我们的头盖骨就是穷顶了 我们不需要特意的去到什么地方去真要去看一幅比卡索 不是他想起来的任何时候 这么说 在电梯里面有人认为 Elevator Music有啥意思 多庸俗啊 不 那个音乐响起来的时候 那一个瞬间 你就是在音乐厅里面了 好吗 就这么优美 你让他陪伴着你 所以我好些时候 我真的是很不以为然的 就是我们现在什么事情全都走 叫宏大叙事 你知道吗 音乐教育是我们中华民族复兴的非常重要的 行不行 咱们别扯这些好吧 就是此时此刻 我看到的那么优美的一瞬间 我听一首曲子 我读一首诗 我看到一个甚至这么说吧 我看到一个美丽的人 我看到一个美女在街上走过 他裙带飘飘的样子 我就诗了神 我们上一次诗神是什么时候 好吗 非常好 音乐是大家的 音乐是个人的 真的我就是想告诉你 音乐是一个非常私密的个人的情感 他如此之优美 就是那一瞬间那种生命的感觉 我是一个生命 这个跟什么金钱 跟这个什么官职 甚至跟什么我的IQ更高 没有任何关系 就那一瞬间 你知道我上一次诗神是什么感觉 是我去抱着我的狗狗 我家的丢丢 我看着他 他在那个地方玩一个球 我静静的看着他 就像是肖邦写他的小狗原舞曲的时候 他说那个狗在追着他的尾巴 那个感觉的时候 哇 那个所谓叫一分钟原舞曲 我看到那一瞬间生命如此美好 那是一个生命在在勃发的在滚动的那个感觉 我真的是愣愣的在那看了好久啊 音乐常常可以带给你这样的感觉 好吗 这是一个非常 哎呀 一个珍贵的大宝库 我们可千万不要忽视他啊 他里面有太多太多美好的东西了 好吧 今天就讲到这里 想不想看看我的 对对就跟着忘其离啊 真的就是失神啊 好了 丢丢过来 跟叔叔阿姨 跟哥哥姐姐们再见 今天我就讲到这里了 韩森在最后总结一下 丢丢过来 过来 来爸爸这儿 来爸爸这儿 大家有什么问题没有啊 看看 来丢丢 丢丢 丢丢 那没什么问题呢 今天就到这儿 好 让我们跟大家到个别 好的好的 那今天呢 我们有幸聆听了 易老师的专业讲座啊 让我们最终 啊 房租子也能步入高雅的 音乐艺术殿堂 实在是受益非贤 艺术情操也得到了充分的陶冶 要问呢 艺术殿堂啥感觉呢 总体来说呢 就像这个小区门口的烧海坎 差不多 非常的接地气 对于这个古典音乐呢 我相信在座的很多听众呢 听到这个艺老师的讲座后 也会成为脑残粉 不是 成为这个粉丝 希望艺老师以后有机会呢 多来我们书香阁 介绍那个古典音乐的专业知识 谢谢 艺术殿老师 谢谢 好 谢谢 谢谢 我是今晨天方长大 好好 谢谢夸奖 最高的荣誉 谢谢 好 拜拜 好 谢谢你 谢谢 拜拜 我们再约啊 我知道下有没有没听过 被您勾起来了胃口了 好好 我发在这个咱们北大群里面 有一些东西 可以吗 把那个音乐 没问题 好 哎呦 不知道 就就海外你们能不能看到 我先发吧 他有一些屏蔽 很讨厌 好 好 那就 拜拜 祝您喝茶愉快 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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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